伯恩利对了埃福顿在最近的三场比赛当中 伯恩利在所有的比赛中都没有进球 在最近的24场英超比赛中也只取得了三场的胜利 而埃福顿在过去的11场所有比赛中只取得了一场的胜利 伯恩利在过去的7场英超比赛中有6场都是保持不败的 所以我们的预测会是平局 曼城对了莱斯特成 莱斯特成在过去的15场客场联赛当中至少丢了1球 而曼城在连续12场的英超比赛中 在与莱斯特成的交锋中至少攻入了1球 在过去的11场比赛中也都取得了一个多的进球 那所以曼城在英超联赛中的平均每场进球是2.44个 我们的预测曼城会赢 诺维奇城对了阿森纳 阿森纳在最近三场英超比赛中以至少两球的优势取胜 诺维奇城在过去的三场主场英超比赛中一球未尽 阿森纳在最近的17场比赛中有14场是没有失利的 所以我们的预测会是有超过2.5个进球 来到布莱顿对了布伦特福德 在过去的6场主场比赛中 布莱顿在所有的比赛中只赢了1场 在过去的16场客场比赛中 布伦特福德13次保持不败 在过去的13场所有比赛中也只赢了1场 我们的预测平局 是的 来到了我们阿斯顿维拉对蕾切尔西的比赛当中 在最近的8场客场比赛中 切尔西7次保持不败 在过去的37场英超比赛中有32场都没有输过球 那在最近的32场比赛当中 切尔西在所有的比赛中有27场是没有输给阿斯顿维拉的 我们的预测切尔西会赢 来到了托特纳姆日次对蕾水晶宫 托特纳姆在最近的9场英超主场比赛中没有输给水晶宫 在过去的6场英超主场比赛中击败了水晶宫 而托特纳姆日次在对阵水晶宫的比赛中也幸运的取得了胜利 水晶宫主场3胜2个进球 水晶宫在11场客场比赛中却只取得了1场的胜利 表现非常的不好 那我们的预测会是托特纳姆日次将会获胜 来到了立物铺对蕾立姿连队的赛事 在最近的18场主场比赛当中立物铺没有一场失利 而立物铺在所有的比赛当中以连续6场主场获胜 还4连胜了玉姆连队 玉姆连队最近在1场比赛当中是英超的3.5 所以我们的预测会是立物铺会赢 纽卡斯的联队对蕾曼联 在最近的6场比赛中 曼联没有一场失利 曼联已经连续3次赢得了英超联赛的胜利 曼联在英超联赛中以两个或更多的进球 击败了纽卡斯的联队取得了4胜 纽卡斯的联队在过去的3场比赛中 全部都输掉了两个以上的进球 所以我们的预测会是曼联会赢 希亚姆联队对蕾南安普顿 希亚姆联队在最近的8场英超比赛中 都没有输给南安普顿的 在过去的4场主场比赛中 希亚姆联队在所有的比赛都以两个以上的进球战胜了南安普顿 而希亚姆联队在最近3场对着南安普顿的比赛中 在所有的比赛都有设法保持不失球 在过去的7场主场比赛中 希亚姆联队在所有的比赛都没有输过6场 所以我们的预测希亚姆联队将会获胜 那到了我们最后一个的预测 也就是狼队对蕾沃特福德 沃特福德的最新纪录包括在英超联赛中连续4场失利 他们在过去的7场所有比赛中只取得了1场胜利 狼队在过去的7场主场比赛中 都保持着6场不败的良好战绩 在过去的6场英超比赛中 狼队的战绩非常的差只赢了1场 所以我们的预测是狼队将会获胜 就要看到了1场年9月曜日的大阶 请不吝点赞订阅